hello大家好 我是首财努阿蒙 这话怎么讲呢 我就发现啊 我宁可希望这个银行账户里面的这个钱 是一串数字摆在那 或者是他每天稳步上升或者略有浮盈 i don't know 就是我就不愿意把它变成一个一个食物 把它摆在那边 然后就是滑而不时的每天用一下 或者是来来来 就是怎么说呢 为了一时兴起啊 为了一时装逼 i don't know 没有了 就是我希望这个物尽其用 是吧 或者说我不用那些东西 我就马上让他进入到二手市场去流转啊 就这个是一个啊 土象星座金牛座一个 一个不知道啊 就是守财奴的一面 哈哈哈 这个话是从何说起呢 因为最近呢正好搬了个家啊 也扔了一些东西啊 也购置了一些东西 然后昨天呢 又看了这个Tim Cook这个苹果公司发布会 我我真的是好好久都没有这个熬个大夜 1点钟在这里守一台发布会 而且这个发布会的前一个小时 发布的产品都是我根本就不想买的 也没有了 那个耳机很好啊 然后这个i watch呢 就就一般般 我比较期待就这个iPhone16啊 16 Pro Pro Max 我就因为作为一个这个视频创作者嘛 就不知道他这个影像啊 视频啊照片啊 摄录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进步 嗯 这个是我啊 昨天手熬着大夜要看这个苹果发布会的 那么一个契机 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我的一个感受 就我到底会不会去换 iPhone16啊 Pro啊 那刚刚这个推出来的时候啊 那一刹那呢 我差点就又被他骗了啊 就还是觉得又挺好的呀 他加了一个 就是一台手机 现在这个因为视频创作者嘛 你拿着手机的时候 你就觉得我点着这个home键 或者点这个的时候 就老觉得他不是一台相机 相机不是应该是这样 摆在这边会有一个按键吗 什么 哎 他这个时候给了你一个实体的一个物理按键 让你感觉还挺好的 是吧 特别这个物理按键还集成了很多的一个功能 还能左边右边滑 然后怎么怎么样啊 什么的 就是假么假事的 假么假事的 就是在我看来奇迹引巧 但这个奇迹引巧呢 我估计已经足以让很多人为之而疯狂了 是吧 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的我呢 一时也觉得说哎 不错呀 我如果换了一个新的手机的话 他一这么横过来的时候 我忽然间就觉得是 我好像在拿一个相机在拍摄什么 就是有一丢丢打动我 这是打动我的第一个原因啊 第一是 第二呢 就是更打动我的是他这个拍摄 因为他结集成了很多AI的这个功能进去 呃 跟Chagpt啊什么的 发生了一个关联 你拍了一个东西 不是他马上就刚告诉你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拍了一个什么就是什么玩意儿 后来我想说 这怎么不是就是淘宝吗 就是 淘宝你你那个开了小相机之后 不是一弄 然后他就搜出来 这个东西在哪买什么的 因为对于我而言 我主要的一个需求 就是拍了什么物体之后 我就想知道它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他这个在淘宝上 拿拿能能买什么的 后来我发现这个也挺人工智能的 是吧 所以这东西也不是太能打动我 第三呢 就是他这个沙漠金的这么一个配色 我一直以为是那种古铜色 因为前面这个呃 路透露出来的这个东西呢 可能是一种非常 就是非常老气的一个颜色 但是后来呢 就是事实证明 他这个金色还是还是挺好看的 是吧 就这个有点打动我是吧 这三点是打动我的原因 如果我有一天 真的脑子轰一下热了起来 或者说谁送了我一台这个 然后我用的还挺高兴的 可能会为这三个原因去打动 但是我自己 作为一个抠门的土相星座 金牛座 我为自己自讨药包 去买一个这样的一个相机 我今天仔仔细的问了一下 一下自己 我觉得大概率还是不会 原因有以下三点啊 第一呢 就是现在在拍摄我的这一台呢 是我的iphone14pro 他已经为我服役了两年 他这两年呢 为我贡献了无处无数 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片子 我认为他的这个摄影和摄像的 这个质量已经完完全全达标了 就在我so far所能需要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已经完全达标了 然后我试图有的时候 用我的这个索尼 Z1或者Z10去代替他 去拍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发现我已经很难去适应 拿一台相机对着我 然后还有一个存储卡 然后像 然后里面还要有电池什么的 就是我就觉得那个东西不够快 一个相机摆在这边 然后这边插一个耳机 这边一个连一个麦 然后一个灯打过来 我马上就能开始录视频 这就是我的刚需 是吧 我觉得这个iphone14pro 完完全全能满足我的一个日常要需求 唯一美容不足的就是我买的是256G的 但是现在呢我如果要换手机的话 肯定是上一个一个TB 但是后来发现说把它创传到云盘iCloud用起来也挺好的 而且我觉得你知道就是人是什么 我搬家之后尤其感觉到什么呢 就是加小你就会发现说你买的东西也就少 你家一变大 你存储空间变大之后你就觉得说哎 我好像又有了enough space可以去摆更多的东西 那你想想以我的这个不是太善于收纳和整理的人 对吧 那一个TB也瞬间就摆满了 然后摆满了之后我就想说啊 哪些是需要删 哪些是怎么样 哪些怎么样 什么的 还不如它就只有256 然后我觉得这个内容和空间是有限的 我时不常的就可以去整理它 然后养成一个好的一个收纳的一个习惯 这是因为美中不足 第二就是这个服役两年 这个电池可能就不太经用 是吧 一天一冲或者半天一冲 那就随身带充电宝 反正倒是也能满足一个日常需求 所以说那就是一来二去 你就会觉得说啊 我的这个主主要的这个iPhone14 Pro 满足我日常的需求 然后还有一台这个SE 我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指纹解锁的这个Home按键 这个欲罢不能 特别是这个非常非常小的这个手感 它方便我去随时拿起来记录一些东西 或者说作为一个备用机 啊 SE3 这就是我的两台主力机 居然就还能服役 我这我里去 我真的是听不过可能要恨死我啊 就是都是大家都像我这样 那苹果怎么办啊 是吧 所以呢 我现在的这个苹果股票呢 我一忍再忍也是没有继续去入它 也没有去买它 昨天呢 也是好像是江江的 一开始发布会的就开始花花狂跌 最后呢 呃 非常惊险的收盘的时候 好像跟以前跟前前一天差不多 呵呵 所以你看市场对于这个的需求吗 是吧 就是明明白白的呃 明明白白的表现在这个上面 是吧 我觉得没有什么惊喜啊 真的你好好想想没有什么惊喜啊 赖好可能换个airpod 对那个降噪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 性价比挺高的 我觉得也就是这样吧 我觉得所谓消费降级消费降级 我们其实所要看的第一就是它到底有没有用 对吧 不要给我那些环不实的东西 给我一点something new 是吧 让我觉得我值得要为它买这么多单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呢 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我觉得要主要考虑这个 当然很多人就会问说啊 梦你是不是什么都不舍得买 也不是这样 我最近呢 就买了件买了个大件 我买了个lg的一个 oled 一个电视65寸的 花了梦姐3100新币 对 合人民币差不多156的样子 就是我给你讲讲买这个电视的这个这个情况 我一直就觉得 其实我对于什么mini led啊 qled oled这些东西啊 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功课啊 但是我就觉得说这个电视呢 本着我一个学影像学艺术人也没有学过了 就是看过很多片看过很多电视啊 我一眼就能看出的好赖 所以呢 进了那个大卖场之后啊 先看了samsung 又看了sony 然后又看了什么qled 看了什么一大堆之后呢 去到lg的这个 那那个oled这个屏幕 一上来之后啊 画质两相一对比 我立马就拍板了 我说就它了 就它了 所以呢 我当时有我就觉得说啊好吧 这个 3000多确实也不便宜 然后也很多人说啊 买个液晶电视啊 55吋66来寸的1000新米一里就搞定了 你就花了三倍多 后来我就想说这两天 我就坐在客厅里面看这个电视 我就是越看越喜欢 越看越觉得哦呀好值得啊 昨天这个看这个 这个这个叫什么Dunkirk 就是那个那个HBO Signature 那个那个那个台啊 每天老放一些这个 这特别好看的 就我每天都欲罢不能的这个电影的时候 就看那个Dunkirk那个 暗部的那个细节表现啊 黑就是纯黑 哇这个这个感受实在是让我这种对这种画面有极致要求的人 你们看出来我其实没看出来啊 就是对对这种电影画面有极致要求的人 真的是就觉得哎呀 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 你能感受到这个感这感觉吗 就是有一天如果我真的要抱一个东西睡觉的话 这个玩意儿有点大你知道吗 就没办法抱着他睡 爱到我每天就爱不释手 就像跟他待在一起 大概就是这个感受 是吧 所以有一天我可能真的入了iPhone16或者17或者18什么的 我睡觉我都忍不住撒手 都要把他揣在怀里 那我就对这东西是个真爱了 好吧 觉得这个是一个 所以呢说一千到一万啊 我觉得消费降级啊 并不代表说大家就什么都不买了 或者说就专买便宜货 我觉得大家是有针对性的啊 有重点的去买啊 我觉得去买一些让自己的呃 情绪价值或者体验更好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还是值得的啊 对于我而言 我每天看着这个OLED屏的这个大大电视 我就非常非常开心是吧 然后他给我提供了特别特别强烈的一个对于观影的一个乐趣和满足感 我觉得这钱就花的值啊 没没必呢 我可能买张机票飞到哪里去玩 然后呢 去买买了某种体验或者说买了某种美食的享受这些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花的一个钱 另外呢 搬家给我带来的思考啊 就是收纳和整理的一个能力啊 还是需要提升的 呃 我虽然东西不多啊 但是呢 也没有什么太强烈的这个整理的sense 啊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啊 说他请了一个家庭整理师到他家里面去啊 这个在新加坡这边一个小时60新币啊 一个小时60新币啊 帮他整理衣橱我整理什么的 他说其实来了之后就是陪他一起整理东西 陪他一起整理东西啊 还不是说哎 家我丢给你了 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要看到什么什么什么 是一起就是陪你聊天闹嗑 然后给你灌输一个整理的一个一个观念 是吧 这个衣服呢 笔数都要挂起来 是吧 这个你个你好 你就是你常穿的衣服放在这边 不常穿的放在这边 哪些是你可以扔的什么的 然后我就说那这个一小时60新币可不少钱呢 是吧 这个你大概买了它几个小时 两个小时够不够 他说啊怎么够呢 他说有一个朋友啊 生生的买了18个钟头 是吧 哼 这整理了三天三夜 我真的是 所以呢 你就发现说啊 这个需要去归纳和整理的人还是不在少数啊 然后需要这个需求的人还是很多的 而且很多人并没有这个整理和归纳的这个sense 是吧 甚至呢 可能买买买了一堆这个华而不舍的一些便宜货什么的 这用了之后也不是也没有让自己特别开开心 结果呢 占满了空间还不说呢 这个银行账户什么钱也少了 是吧 然后自己的生活质量呢 水准也没有提升 对吧 就哪头都不沾着 也就是挺难受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呢 我觉得这些呢也都是孟姐每天在思考的事情啊 我觉得总结一下 第一呢 就是呃 消费降级并不代表不买东西啊 而是要买那些高价值的东西啊 这个情绪价值 或者说它本身这个物品的这个使用价值非常的高 利用率非常的高啊 第二呢 就是要腾空自己的这个空间 让自己身边不要充斥着一堆冗余的东西 闲着的东西 让他赶快就是 该这个donation donation 该去卖就卖掉了 该扔就扔掉了 是吧 让自己的生活轻轻轻轻的 第三呢 就是还是要好好的整理啊 从衣橱到手机里面的一段段视频 都要好好的把它归纳整理起来 这个呢 是我最近这几天啊 从搬家到买买买 到看完苹果发布会之后 一点点小小的一些小想法 跟大家来沟通和 呃 总结一下 哈哈哈 好吧 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个苹果产品 有什么想法 会不会买 然后就是自己用的 比如说用的最久的一个苹果产品 是什么 都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跟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大家 OK 拜拜